Hello 大家好,Rai1です 诶,今天 7周年倒数5天啦 哇,越来越接近 然后大家对于7周年最期待的 当然就是抽卡了嘛 诶,我们不说主角到底是谁啦 但是双卡机内的其他注目 我们还是可以猜猜的 那么这一次就打算带大家来看一看这个 我个人做的注目猜想啦 For Double Confess 7周年 诶 诶,那我相信这一次的7周年的注目角色啦 会非常非常的精彩啦 或者就有可能会打破以往的一些小惯例 因为至到去年为止 嗯,中年的卡机L奥是维持到4张了嘛 我在想说今年 可能会突破上限啦 尤其是 包括 包括我们的主角在内 可能会有5张L奥啊 诶,7周年 等下我再说 那么这边就直接给大家看一看我的猜想吧 首先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大家看一下 诶,这个表 看上去应该是相当精彩啦 好多的L奥 而且其他的 SSR或者 做了U奥限定 也都算是还蛮符合W Gojita的主题的感觉吧 诶,首先就是我们来讲这个6周年的空倍啦 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说 去年6周年的空倍是不会在下一年的周年清登场的 可是 诶,在刚刚过去的年末 双卡机内 原本应该要复刻的6周年 悟空跟W Gojita 却是没有进去 我个人是很怀疑 官方 是打算让他们安在7周年的卡机内啦 要不然的话 整年度下来 其实是少了一次的复刻哦 对这个6周年的空倍来说 所以 大家再看回去 他们 不不大家记得没有啦 去这个 Countdown Countdown图啊 这个倒数图 倒数一天的时候 那一个 记忆悟空跟 记忆那个 森兰达 竟然都在 倒数图内了 不进入注目角色 可以吗 我个人觉得 非常非常 大概率 6周年的悟空跟W Gojita 会在今年的 7周年卡池内 重新复刻上来 另一张L奥也是重头戏 这是绝对是会有的啦 去年 全球活动的 超赛悟空 跟全力大王 这两张是绝对跑不掉的 一定是会有的 我已经准备好1000颗龙石 如果抽不到我就要换 哎干 我这么这个时候立这个Flag 啊 可 可 手 Flag已经立下去了 就没办法啦 官方你硬要让我抽到啦 困掌 莫名其妙的就立了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期待啦 全球活动的超赛悟空 跟全力大王 这两张是绝对是会有的 再来 按照惯例的顺势来说 今年度就是这一次 最新一次的周年轻 会复刻两年前的 周年轻角色 也就是五周年的 Gojita跟Bejito 虽然说以目前的情报导向来说 Bejito是没有登场啦 但是在复刻内容上是绝对是跑不掉的 至少我们还是有一个无间人 五周年的Bejito在卡机内 对于想要 Bejito跟Gojita的 五周年Gojita跟Bejito的玩家来说 其实也算是很不错 因为他们也算是非常非常久没有复刻了 记得上一次复刻 是去年2021年的 黄金周的时候 现在再次登场也是不错啦 因为对于那些六周年 因为《记忆悟空》跟 而鹿坑的新手玩家来说 五周年的这两张 就复刻的次数来说特别少啦 所以这一次再让他们上来也是不错的 然后接着就是 前一年的全球活动了 基本上是跑不了了啦 利双人跟提赛如 这两张是绝对会有的 跑不了 主要还是因为 乌饭跟赛如已经没有了 什么提赛如 提普我干我自己念到都没有 糟糕被那个蟑螂洗了我的整个脑 哇那个赛如跟乌饭两个登场太多处了 从2019年的全球活动出场过后 每一次的大型活动 直到去年的全球 去年的最尾的双卡机 都有乌饭跟赛如的声音啊大家 那个真的是登场率100%的 那个角色他们两位 自从出来过后 不过这一次 今年的充年庆应该是会没有到阿满的啦 对于对 乌饭跟赛如恐惧的老玩家来说 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 可是因为利双人跟提普 其实他们复刻的次数也算是蛮多的 我觉得对一些 纯实 纯的比较凶 或者就是 客长们来说 这两张也算是一个 守门严的感觉了 哈哈哈 以上就是这四张的L奥啦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双主角来说 就有五张L奥在卡机内了 非常非常的精彩啦 如果真的是按照我这个处 后面的限定U奥不管出什么 单单单凭这五张L奥 这两个卡机就是超神的 有没有 又强 又帅 又粗 哈哈哈 接着这个就是限定U奥的卡啦 因为五张L奥已经介绍完了 限定U奥的话 就是我们的 去年黄金周的GT小悟空 跟GT的超赛北基达 会把我们放进来的第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在倒数图里面 他们两个有登场 就是这么的简单 哈哈哈 因为按照惯例来说啦 我有回去查一下去年的 注目角色 第五周年注目角色是没有黄金周登场的 可是今年我就在官方会把他们安排进去 因为毕竟今年的主题是属于 悟空跟北基达的感觉是还蛮浓重的啦 尤其是在倒数图上面有这两位上戏 所以就把他们放进去 卡机更加的强悍了一些些 那么剩下的三张注目来说 就可能会偏普通一些些啦 都是蛮旧的卡 像那个 天使超二悟空 然后 变身超三 还有就是 即超二悟空 然后变身摩达 这两位也是因为在 靠到的那个图上面有他们 所以我才把他们放进来 不然的话我也想不到要到底要放什么啦 其实还是有啦 还是有 只是讲没有没有把他们放进来 最后 最后的两张就是 狗吉达 普罗里 狗吉达 异星龙 我觉得这两张应该 这应该说这四张肯定都会进来卡机啦 如果这一次的主题 确确实实就是我们的 超兰狗吉达跟超四悟狗吉达的话 绝对不会把他们给排除卡之内 毕竟这两个主题 在一般的油澳限定来说 就是他们的嘛 最最有代表性的 不放进来 不行 那么从整个这样图看下来的话 大家应该是觉得 好像少了某个角色啊 没错 就是这一张超市的 自属狗吉达 嗯 我觉得最大可能性 他会换掉的啦 如果说 要让他这个上场 然后 六周年的 吉悟空跟 神兰达官方真的是 不打算把他们安进来的话 我觉得可能就是 会让这一张 自属的超市狗吉达来做代替 然后再找多一张 极细的结设安进来我觉得 至于另外一张极细的 那个限定到底要放谁好说 我看了整个 卡池下来 应该说整个整年段的那个 限定下来 实在是没有什么头绪 嗯 那个波杰克 玩的这一张 粗一点点的这个波杰克 可能可以跟他塞进来 硬塞啦 因为至少他还是 巨场版的代表 可能可以塞在 在 超兰狗吉达这个赛 然后这个自属的狗吉达就塞进去 可是这边就 这么想下来就会少掉六周年 要不然的话就把那个 天使悟空跟 摩达给换掉好了 还是要不要比较吸引人 就没有大家 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搞法 好像还行吧 这个是我个人推测啦 卡机内容大概是会长得这样 至少 可以肯定的是 全球的悟空跟大王 五周年的 古吉达 白吉多 然后全球 2020年全球的利双人 跟提普 提普 再来就是 古吉达 普罗利 古吉达 超义星龙 这几张大概是跑不掉 剩下的可能会换掉的就是 吉义悟空 神兰达 然后 天使悟空 天使超二变身超山悟空 还有那个 寂摩达 这四张有可能会被替换掉 剩下其他的我觉得还蛮稳的 黄金周的这两位我觉得也是蛮稳的 跑不掉啦 跑不掉 这个是我个人对于这一次七种年 Double Dock Confess 注目角色的议策啦 然后 因为整个卡池内其实是有十张注目 也就是说 会有两张新的LR 以及两张一般丝绸卡 至于一般丝绸卡会是什么 诶 我还没有任何头戏 之前我有做过一个猜测角色嘛 原本那时候以为是未来篇跟 剧场版 剧场版 布罗利剧场版 所以 古吉达这一赛我觉得可能就是 大王副子吧 原本我就想着这样子的 然后至于 想一下 应该那个巫朴 超级巫朴很有机会作为一般丝绸卡登场 因为那时候在邪恶龙片里面 他还算是有一丁点的表现 还算是有一丁点的表现 要不然就是 三星龙跟四星龙兄弟 作为一张一般丝绸卡登场 两张超级的主角 然后两张机细的 一般丝绸卡 这样子 个人猜想 个人猜想 至于到时候 是怎么样 我们到时候回来看一下 诶 中奖力到底中了多少 这就是我对 七周年 WDO CONFEST的猜测啦 到时候大家 我们再来一起 看看一下 嘿嘿 好 那么 这一次 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然后 大家 有什么 个人意见 可以在评论期里面 留个言 那么 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还没订阅的朋友 麻烦点个订阅 谢谢 加码 叻 再见